而今年的颁奖典礼则是由LULU第二度接掌主持棒 今年搭配疫情主题 在一开场的时候 LULU先模仿居家防疫 呈现近期演艺圈的常态 后来也在大荧幕上秀出歌手们 在微休息的状态下 各种斜杠人生 LULU一一点名 画面也接连秀出了 像是朱海君教大家做菜 桑布衣卖芒果 许久配催眠 还有瘦子在健身等等 让台下的歌手们非常有共鸣 在这个防疫期间 真的什么事情都要在家里做 而且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你看灯光自己打 声音自己收 连摄影机都要自己架 模仿居家防疫什么都得 自己来LULU第二度主持金曲 今年的演出让大家很有感 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 当然少不了我的 一是干 欢迎大家来到第31 32届金曲奖分享典礼 国际主持人LULU 大家久等了 你看在这里等多久 一出五小还讲成31届 真的是 小小兔子自我挖苦 但不影响LULU的好表现 开场先带大家看看 疫情期间歌手们 微休息的时光 你如果转到Sangui的频道 你可以买到蜜雪芒果 超单的你知道吗 我很谢谢大家 这让你举不举够 就不亮了 各种斜杠人生 台下歌手超有共鸣 颁奖时交棒主持 互动也让观众印象深刻 来回到繁华世界 才发现一对 温目正常 攀酒精量体温 荧幕在显示体温正常四个大字 让观众超有感 疫情日常 桥段安排LULU的幽默主持串场 让金曲典礼更有看头 记者组报导